不幸的迎来了演员金城老师 你好你好 我是主持人安宇 你好 那么先跟我们 酷的聚会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酷的聚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金城 第一问题 请问在你心中 你觉得我符合 就是王安宇这名演员 符合你心中段宇成的形象吗 哪一点是最符合的 就是 是 蛮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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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说中 经常会提到 等一下 我感觉到你在骂我 我要打个喷嚏 好快打完快 好 很健康 就是经常会提到 就是真像个小狗 就是描述他的那个感觉 就出了汗啊 或者是矿泉水倒在头上 然后就甩一甩 特别像小狗 就他每次 这个动作也做得非常的 蛮狗 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 之前你的口才舞蹈跟身材 大家都已经见识到了 如果再让你展示一个 显为人知的技能 你会展示什么呢 我有一个技能 就是这样手可以这样旋转 这个都没有展示 我以为你要展示那个抱青筋的那个 对抱青筋也可以 可以那你都来展示一下吧 我全都要 筋可以这样来回摆动 我从三岁到现在 遇到的人 就没有可以摆动的 因为我的筋根本都看不到 哈哈哈 我能带你的脚趴上 哎呦 他发现了以后就是 见到组里任何一个人就是 哎你会这样吗 然后就开始等等等等 对因为我特别想知道 到底还有谁能够这个筋可以这样随意摆动 是二号技能 哦哦哦哦哦 派的你的采访题刚都被你悬没了 没了 安宇有没有什么 可以跟金城抗衡的奇怪的技能吗 都算了他还得拍起 我怕我把手折了 送走 你觉得自己跟罗娜的爱情观相似吗 挺相似的 对待感情还比较认真吧 比较为一段感情负责 嗯 一旦好了以后就是 怎么了 我就是幸福了 我就要让全世界知道 我很幸福 哈哈哈 对 什么情况下可以让你拍摄 正常一些的短视频呢 除了广告以外 广告能正常起来 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 嗯 就是我觉得 对 极像 哈哈哈哈 总看到太正常的自己 就觉得 哎呀有点没意思啊 没意思啊 就想来点那个 最一样的啊 发交换了 到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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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